我们的歌在开播的时候,从收视率的角度上来看,并没有打一个漂亮的开场,反而收视率一直很低迷,让观众一度以为,我们的歌第三季完了,收视肯定会惨淡收场,定不会超越第一季和第二季,殊不知这一季的后期勃发,收视率一直是持续递增的状态,然而第三季低开高总,有四位歌手是绝对的功臣,到底是哪几位呢?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哈喽,宝宝们,咱们又见面啦! 第三季开播的收视率是0.51% 这个成绩算不高不低吧,毕竟因为前两季的口碑,这档节目也算是一个很让人期待的节目 它换来了很多老观众,大家也都想看第一季第一期的首发歌手都有谁 第一期的歌手的盲配也很有趣,节目组也做了很多花样,市场占有率是4.08% 后面紧接着的四期,收视率都有所下滑,没有超越第一期 不过这和播放的时间也有很大关系 第二期在中秋节假日播出,第三期在国庆节假日播出,结果收视率就跌到0.39% 从第五期开始,收视率就一直持续递增状态 从第五期的0.41%到第九期的0.80% 整整翻了个倍,而让我们的歌三收视率持续递增,保持如此好的收视率 以和这几位歌手的表现和自带流量有关 首先就是流量歌手薛之谦 薛之谦是一位出道多年,但是长得很年轻的老音乐人了 2004年,他凭借选秀出道,一首认真的雪在当年占据各大手机彩铃市场 纯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薛之谦再次凭借演员这首歌走进观众视野 后面的薛之谦每年都会出很多很好听的歌曲 渐渐的,他就有了自己的一套薛世情歌 他的歌曲传播量能这么广,也和他坚持做不付费音乐有关 很多同期的港台歌手都开始在平台上做付费音乐 而薛之谦坚持出心,所以爱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应该是第三季里面人气超高的歌手之一了 为什么我们的歌第三季,请来的前辈歌手里会有这样的终生代歌手 就是节目组从第二季请来的邓紫棋发现了有很多终生代歌手 自身带有很大的流量,可以给节目带来更高的收视率 其次就是周比畅 众所周知,周比畅从2005年超级女生第二名出道后 人气一直都很高,后面中间也有一段时间也低迷过 有很久都没有很经典的音乐作品出,人又太低调 各种音乐综艺节目也不曾看到他的身影 在后面才在各大晚会中看见他 到了2021年,乘风破浪的姐姐二这档节目 周比畅算是把这几年的人气都捡回来了 当年爱他的网友又开始因为周比畅而关注某些节目 浪姐二中,周比畅的表现又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他 原来他那么会跳舞,可在平时很多人是基本都看不到的 而且他的粉丝们看到他回归镜头前 再次打开电视机有周比畅的节目 当年的百万票数,这百万人的粉丝基础也是不少呢 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人气颇高的歌手刘雨宁 他是一位新演员,歌手 但是在出道后,作品都被人津津乐道 喜欢他演的角色的人也很多 在之前,第三季官宣有刘雨宁的时候 他的粉丝们就开始在应援 过大超话等地方宣传 是新生代歌手里面人气比较高的一位了 并且他也是二度来我们的歌 能被节目组二度请来 也就是节目组也看到了这位个子高高的男生 有人气 众所周知,刘雨宁在两年前就参加过我们的歌第一季 小编清楚的记得 当初他的前辈歌手是任贤奇 两人的组合名叫街头拍档 到时两人还收获了许多网友的喜爱 像这种没有固定嘉宾的综艺节目 一般一个艺人参加一次就够了 哪还会有机会参加两次 毕竟机会还要留给其他人 像李剑,张杰,林志炫 两次参加我是歌手 那是因为节目中设置了 网级歌手齐齐的赛制 可我们的歌没有这样的赛制啊 那刘雨宁凭什么能两次参加我们的歌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刘雨宁有实力啦 所以我们的歌节目组很重视他 是想我们的歌举办了三季 共是来了不少前辈歌手和新生歌手 凭什么就只有刘雨宁一人参加了两次呢 他既不是搞笑咖也不是关系户 唯一的可能就是刘雨宁有实力 节目组希望再邀请他参加一次 能被更多的人认可 许次两年前 任贤奇和刘雨宁的街头拍档 没能进总决赛 节目组深感歉意 所以想弥补刘雨宁 看了第一季节目的小伙伴都知道 街头拍档绝对是有实力进总决赛的 他们的人气也相当高 被淘汰的确可惜 如今有了机会 节目组再次邀请刘雨宁参加 就是想弥补他 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 再者,不排除节目组有捧刘雨宁的想法 我们的歌属于时下相当火热的音乐综艺节目 能上这档节目的歌手绝对不是一般歌手 刘雨宁能上两次 可见节目组非常青睐他 说不定就想捧他一把 最后那就是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新生歌手 所以才再次邀请刘雨宁参赛 虽然华与乐坛这些年 涌现出了许多有实力的新生歌手 能被节目组相中的也不少 但由于节目快要开播还没有弹拢 所以才想到把曾经参加过节目的刘雨宁 再次邀请回来参赛 二次参赛还能引起网友们的热议 可谓一举两得 最后还有一位功臣 他就是让人忽略的才华歌手汪苏龙 大张伟的改创能力大家都知道 在《百变大咖秀》这个节目中 大张伟就表现出来自己的改编创作能力 而汪苏龙大家更知道 他会创作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当年火爆全球神曲年轮 是他创作的 在我们的歌三中 他和大张伟的改编歌曲能力 让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汪苏龙 汪苏龙的年轮 更是一点都不输张碧晨 尽管比张碧晨少了些许的炫技 却多了更多的情感 认真唱歌的人最受欢迎 以前对汪苏龙的认知 就是会创作甜甜的情歌 而汪苏龙的音乐再塑能力 丝毫不亚于其他创作型歌手 也是因为这个节目 让汪苏龙有了很多路人分 而且汪苏龙和大张伟 的确为这个节目增加了很多看点 就比如第九期 汪苏龙和大张伟演唱的第一首歌曲 是一首串烧歌曲 其中有明歌的精彩 还有明谣 这首歌能把那么多首歌曲串烧在一起 这真的只有大张伟才能做到了 他们的第二首歌曲《剑魂》 共是把武侠搬上了舞台 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都是汪苏龙 可见汪苏龙优秀的音乐DNA 他们这一组 应该是我们的歌三里面 声音和音色最年轻的一组 也是能把音乐做得最多元化的一组 虽然大张伟的两集分化严重 但是不得不承认 这种才华真的只有大张伟才有 在这个节目中 他们两个人之间 是为数不多的几组 心心相惜 互相尊重 并且是能够聊到一起 玩到一起 没有新生被歌手的区分的 其他几组 吕峰宅娇文 林子祥胡夏 杨谦华周星哲 就连薛之谦与陈娜丽莉莎 他们都没有像是大张伟与汪苏龙那样的 像一对好朋友一样 插磕打混的 应该说他们是我们的歌三 配合最默契的一组歌手了 也会成为我们的歌 情深深之后 表现最合拍的一对组合 总之这些歌手的表现 都让我们的歌第三季 收视率不断上涨 当然其他歌手的贡献 也都不能低估 说完歌手们对节目的贡献 再来谈谈节目对歌曲的创新 从我们的歌第一季的 《一炮而红》 到第二季的《插墙人意》 据说我们的歌节目组 也正在尝试与蜕变 从《不走行长路》中 发掘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恐怕才是改变的关键 于是创新还是走行 就成了我们的歌 必须面对的问题 虽然这并不是一个 完全对立的两难问题 但是毫无疑问 创新是去发现未有的 与拥抱未知的 而走行则是可能更多的是 站在原有的基础上 去重现与升华 豆瓣评分从8.1下跌到6.7 许多人都在吐槽 我们的歌二过于注重改编歌曲 反而失去了原曲的韵味与气场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创新中 没有注意走心的问题 个人特色虽然不是坏事 但对于众多需要舒缓情绪 发泄情怀的人而言 原汁原味也许才会让我们的歌更加入味 我们的歌三也已经进行过半 在他渐入佳境 收视率节节高增的时候 似乎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很有意思的是 当我们的歌三在第七集时 迎来了这一季以来的首个平局 那场AB两组的团战赛 B组最终以两票之差 惜败A组 在三轮进演中 第一轮A组胜了B组7票 第二轮两组打平 第三轮B组以5票之差胜出 恰恰是第三轮 A组相当能胆的薛之谦与胡夏 却输给了对方吕方 大张伟 汪思龙 翟湘文的四人组合 薛之谦与胡夏的选歌 来自内地老牌摇滚乐队 二手玫瑰 那首夜深了 充满了灵魂的骚动 与内心的炙热 薛之谦与胡夏的演绎 不可谓不用力 两位情歌王子改变形象去唱摇滚 本来就创意满满 他们也对原曲做了相应改编 两人竭尽全力 去表现了夜深人静 与心灵动荡的紧张感与压抑 但可惜的是 他们这首歌 不乏创新之处 却少了一些走心的成分 也许真正内心的撕扯 不必通过类似疯狂的举止来表现 总之第三季低开高走 也是情有可原 毕竟有那几位歌手 可是节目的王牌 再加上节目组也算在第三季上 煞费苦心了 所以观众们才会看好我们的歌三 不知道大家对这季怎么看呢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哦